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一個純樸的客家小鎮 在這一個地方 有谷橋 有谷道 有老街 有百年的客家三可院 有稻田 也有茶葉文化館 還有客家美食 在我們關西這種地理環境 它站在浪漫台三線的源頭 所以市井那裡一直當作 關西是一個大客庭 是一個起點 那我們關西本身 很多地方的創生是從不到過 可是關西它本身 它就是有很多的條件 很多的產業 很多客家 核心的元素在 從這裡出生長大 然後念書 然後工作結婚 然後就算是有點離開自己的家鄉 那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我其實很簡單也沒有想什麼 就是回來想要生活 所以就回來 然後回來就開始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回到家鄉開公司 因為我本身就是比較 涉獵的是農村規劃跟建築規劃 所以我們的公司如果做農村規劃的 放在城市是很怪的事情 應該你要生活在農村 你才能知道你到底農村需要什麼 去實踐它 所以我們位置會放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方面是回家 一方面是這整個關係 它整個的文理 在整個新竹縣來說算保持很完整 我是大概幾年前 辭掉台北的工作回到關西 那我會回來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家族的這間老房子 那希望這個老房子能夠永遠的保存下去 所以這就是我這幾年在透過這個老房子 作為平台跟周邊這樣子一起連結 當然包含老屋的本身 我其實不是在地人 那我不是客家人 那會來這裡是真的喜歡關西 而留下來 那在這個地方生活很安靜 然後步調也算緩慢 那關西是一個很有生活感的地方 在這邊當工作室真的很好 我出到門口 然後往後看 往前看 它就是山 然後又離合很近 然後植物又很豐盛 就是種類還蠻多的 就像以我的工作室來講 我很多絕類我就拿它來創作 所有的食材我會較注重無毒啊 或者怎麼樣 所以有一陣子我們喜歡到監視 監視裡面有很多原住民朋友 會拿它的食材 回來的我就會要懂得怎麼去保存它製作 雖然我們也叫獨立書店 但是我覺得用社區書店來形容更貼切 因為我們不賣書嘛 那其實這個書店跟這附近社區的人的連結 或是互動會更適合 或是更讓這個書店有它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我自己喜歡藝文的生活 那開始去接觸之後 然後關係好像開始大家又覺得 可以有不一樣的新的東西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跟我的partner 我們就經營了一個初心者世界 然後再關係在地生根 這我們的最根本的理念 還是從我們在地的文化歷史出發 然後用它為基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它的東西都會跟這邊 我們的生活跟我們這邊地方都有一個息息相關這樣子 那我從民國一百年加入關係鄉左文化學會開始 就比較具體的投入家鄉的一些事務 例如說我們做地方創生 做古道維護 做一些田野調查等等 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瞭解關係這個地方 當地的七老帶領我們 七個人帶著六把砍刀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在這條古道發現了很多的故事跟人文 千里步道協會 由徐明謙老師帶領了一群工作假期的年輕人 進到這一個稱為長壽鄉的南山社區 那把這一條步道全程做修復 現在會被傷再說 謝謝 當然關係最珍貴的就是人家講好山好水好無聊 但最珍貴就是我們就有這些山有這些水 但是這幾年 當我們越發覺 關係 它開始有更多的所謂水的污染 我不曉得為什麼關係這個地方 變成大家被欺負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太弱勢了 人往都市集中 那關係就變得人口比較少 比較少的情況底下 就會影響到很多的產業 加上近年來其實有一些環境的問題 例如說水污染啊 或者是設置火力發電廠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我們也成立一個所謂環境保衛協聯盟 大家要喘連 大家也會願意 更多人願意喘出來 但這個東西就是居民覺醒 對對 更多的我們更多注意到這些事情 那我們更希望透過一些文化的方式 讓政府更重視 這個關係要正 我們會希望說工業區跟河流的那種行水區 能夠做一個比較嚴明的區隔 再來就是希望能夠設置污水處理廠 政府統一管理這些工業區的廢水開放 民國九十一年 因為東安古橋擴展道路工程要拆除 然後成立協會 那我才發現原來在客家人的社會裡面 對文化的保存其實有很強烈的守護感 這幾年呢 我看著這條街區的一些變化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當地的居民都沒有去注意這件事情 也許因為冷漠 而沒有辦法掌握一些有效的資源 那我也深刻的體會到 終究有一天 不管是十年八年 他們也許會抵開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想 這個階級到底會留下什麼 這個地方是我們在文化局提案 作為小農市集的一個平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平台 是因為我們的牛蘭河曾經遭受污染 我希望在這個污染的議題可以引起大家對河流的共同保護 開始讓居民有一個自主意識知道農村的可貴 跟我們這個地方其實它有什麼地方是跟別人與眾不同的 然後怎麼樣的去把它好的東西挖出來再重新的洗練 因為我們都是關係長大的孩子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做這個市集 它的那個概念可能 一般是希望把這個市集的內容做得很豐富 讓其他可能附近陶竹苗這些的一些職人夥伴可以來參與 那另外一半真的是因為我們想讓更多人看見關係不一樣的地方 這些文創者他們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蠻緊密的 其實我覺得這裡比較特別是 從第一家店到現在應該有算過大概16個業者 那這個16個業者沒有人離開 這在台灣的文創街區來講應該是很少幾乎是沒有 我們就是在打地基的工作 那希望這個打基地的工作能夠持續的 然後把地基打穩一點 然後甚至文化聚落的能夠誕生 透過這樣子然後我們從聚落上面去保存 然後去創造一個整體大家共好的收穫環境 我有一個名詞叫做已舊創新 創造無限可 我們兩夫妻很樂意的 把我們認為我們客家的精髓 就客家版列是一塊 好好的讓它發揚光大 其實如果你的在地心是夠 基本上它就很有獨特性 它就可以因為這個獨特性而一直被被注意到 或是被一直可以發展下去 我們一群夥伴很認真的去把關西網 觀光文化這方面去做推展 然後提高關西的能見度 像這近幾年來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關西的街道走動的觀光客明顯的變多 我想說這是也算是這幾年來 我們這群人共同努力達到的這件事情 會之所以這樣還可以保 我覺得主張是這一群人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就是 我們是生活在這裡 那個是一個很關鍵 就是說你不會為了是商業行為 而去犧牲掉你的生活品質 我們會在這邊因為 這是我們從小的生活的一個環境 我們對這土地的感情 應該是跟所有外地人是不一樣的 我們真的是以敞開新門結交朋友 然後做一件我認為比較有使命感的 就是我們跟他探討 我們願意傳承客家的一些老記憶 保有它的交通便利性的同時 又可以有一些比較原始的生活樣貌 我覺得這是關西它最大的優勢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種上班族 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來這邊住 關西很美好但也充滿了矛盾 我認為關西是一個很有養分的地方 它的自然環境 然後我覺得還有這個 第二個就是人 歡迎來到關西 我們會告訴你 人如何能夠享受 能夠樂活 你可以花個半天或一天 甚至兩天一夜的時間 來到我們這個客家庄 然後去享受這個 全部田徑的 優然客家生活 我會跟他講 你就慢慢走吧 隨便看到人什麼地方 你就慢慢去體會 他還有很傳統的雜貨店 很傳統的小巷 有傳統的市場 傳統裡面很傳統的客家的菜 你在走的過程中 從無意之中 你會發現它很多地面 就像我們這種老店 老街的老店 你沒走進來 絕對覺得它就是一個很破舊房子 當你走進來 每個房子都裡面 有它很獨特的味道 我會覺得就是 你用慢口的上市 用很輕鬆的去帶房間 就像你來一個老街 是在這種小店裡面 去發現它 它的關係的可能性 在這種貧台中 是這一類的 叫做幾個房子